给唱卡费 这边的书 有误物 那里面的DVD 我们这边的费茶水 大家就 吃饭 咱们 咱们这边来 咱们这边来 咱们来准备开心 我现在请我们 把导廉本 律师长 再来 组织 等等 不用组织 只是先跟大家 讲说为什么会开始要有冠军机 不然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一个是 我们 我们在台南山政策 然后我们去的是 无卵的产业 所以黄宝林其实是在想说 今年应该开始 把我们冠军官法的一些触表 跟东南亚做一些服务 所以就是 今年9月会邀请东南亚两个 红毛军机来台湾 跟台湾的红毛军机一起开会 看看怎么样来一起服务 不可否认我们对东南亚的事情 真的比较不了解 所以很 谢谢今天讲者可以 跟我们都介绍一些 另外一个事情是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那个号称前山基础建设 那个建设感觉会对台湾的 有超级不勇气的建设 所以可能也是 搞外一个请问 各位专家 我们现在面对 号称8000亿的工程预算 要弄台湾 要怎么弄得更好一点 那你们就会 要开始吗 还是 他们说 老师你来啦 你看到我出钱 我都敢逛完苗 什么都没有 我刚刚说 各位次长在 我就先介绍我们今天 中文讲字 那 我大概 次序大概会是 先取 去 构成的理事长 OK 好 谢谢他 好 现在有学会理事长 那在 第二个次序就是 林奥轩理事 那 再 第三个 就位 高杰 谢谢 我会觉得时间很有限 我们今天 永续 他 生态 应该不是差不多 这个会是 我们在其实有一个层 永续的观念 或是 这个 支点 或是这个 然后 加上一种生态的 考量 或者沿着 再 陈上一个 花增的东南亚 那 花增东南亚 这个 也是最近 最后有一点 在 往东南亚 再发展 那 东南亚 其实是 支援很丰富的 土地 花增后 像 我们常看到 像马来西亚的 宝靠 那 非常 了不起 那 今天我们台湾 先到 谈的 除了在 高山 高山 台湾 谈的 花增 然后 我想分析这些 要我们 可以好好经理 好好照顾 或者我们都 分析这个玩法 包括生态 包括 现在依照 没有问题的 产业 甚至有多认为 台湾的生态 有 产生 就是一个 很大的 产业的权利 高山今天有很多 人的 观点 知识 那我们就 首先就请 郭理事长 好 稍微 稍微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这 还是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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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声音比较小 所以 我需要 这个 其实我也是 刚刚进来 知道说 那我想 我先撇开 那个 这件事情 我先来 现在谈 当然 以我 了解 因为现在刚好是 生态旅行协会的 理事长 那 刚好 今年 我们要办一个 国际 零火虫的年会 所以我们也 去制作了一张CD 各位CD 那就是 我们基金会做的 好 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那个 大安森林公园 自由基金会的 执行长 那 我们要 4月24日 会办零火虫的年会 那 我利用这个机会 也把全亚洲的 每一个国家的 生态旅游的代表 都把它进来 那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今天是要想到 那 我非常早以前 其实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 担任那个 台大植物标本馆馆长 刚刚也有跟那个 副卫长在聊说 那个植物标本馆在哪里呢 就是你的台大大门口进去 右手边第一栋大楼 叫一号管 一号管 一号管 大楼的后面 有一栋建筑 就是转弯 往旅武宿射走 右手边的那栋大楼 那就是植物标本馆 那一栋标本馆 那一栋标本馆 跟今天这个体能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刚好我以前当过那个管的管长 那个管有台大就有那个管 然后当时台大为什么要做这个管 它是要前进东南亚 所以全世界第一次做婆罗洲植物调查 就是台大植物标本馆 全世界第一次做海南岛植物调查 也是台大植物标本馆 所以那个馆里面很多 然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也跟国科会建立 我一直觉得 其实我真的是在多少年前 19905年跟国科 大概多少年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潜力 是可以前进东南亚 因为 所以我那时候是主张 跟台大植物说 我们要收东南亚的博士生命 然后希望把他女生也来到台湾来 那我们也可以前进大面 不过那好像是三四十年讲的世界 我刚刚看到这个 我临时想到这个 跟大家聊一下 那今天想跟大家谈 是生态理由这个事情 那我就 因为时间应该是很有限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一直认为 生态理由不是生态 只有看生态 当然生态有狭义跟广义 那生态理由 因为刚好前几天 我们也去push观光局 因为观光局 各位知不知道 观光局已经把今年设为 生态理由永续什么什么年之类 所以等于是说 我在2000年的时候 各位可能不晓得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生态理由 生态理由这四个字 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刚好在行政院的观光推展委员会 那我一直认为 台湾应该要走生态理由整理由 所以这四个字 是我当年在院会提的案子 结果没有想到院长就要来到谈畢了 然后一直到今天 可是后来就没有push 那所以 因为最近政台又犯了 所以 今年我又开始跟观光局 说应该push这个生态理由 所以这个是大概在上个月 我跟观光局在谈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 因为外面很多人都讲生态理由 就是只看动物看植物 可是我想跟他讲说 生态理由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 所以你看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个生态 我这边有写一个生疏 就是那个狭义的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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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态 这个是狭义的生态 就是动物植物 可是生态理由它是广义的 广义的生态 就是 那广义的生态是什么呢 包括看地质 包括看地形 包括看气候 包括生态 人文 产业 因为我一直觉得 台湾的土地是全世界最 谢谢 谢谢 最精彩的土地 我这我们今天在谈 那就是说 一开始我想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我对生态理由的这个定义 它包含地质、地形、气候、生态、人文、产业 应该都是生态理由所要去关心的部分 所以简单的讲 生态理由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意涵 因为最近我们也跟其他几个部门 政府的部门相关单位我们有提议 因为国外生态理由大概会带 一般游客到很 其实我也去过两马逊 全世界可以玩的大概都去过 他们都会到很深入的地方去玩 所以国外责任的生态理由 应该是很盲荒很荒野的土地 可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它有很多的保护区 台湾的环境很细密 所以我们在台湾所做的生态理由 跟国外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我现在推生态理由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把一般我们台湾人 在做观光这个部分 怎么样可以更细腻 怎么样可以透过导览人员 所以生态理由协会也在做导览人员的训练 那我一整套的训练的方法 我自己发展出一套叫做阅读 阅读递解 就是怎样看得懂台湾的土地 那这一套方法已经训练了非常久 我大概从1990年代就开始 包括什么呢 包括祖父联盟的自然部落委员 那个副会长在台湾说 很多环保团队就给人家的印象就是抗争抗争 最早1990年也是一样 刚好那时候碰到祖父联盟的本事 人家陈来宏 他讲说 哎呀现在很多妈妈都不肯参加我们祖父联盟 那我就说我们是每天的马路上抗争 然后那妈妈怎么可能参加呢 然后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所以我本来建议说 如果你可以找到在社区找到一些妈妈 刚好在 因为台北市跟全世界的其他城市 有一个很大不难的就是 它几乎是三面蓝山 它有很多的社区是跟三靠在一起的 我就跟他说 如果在北投找到一群妈妈 在士林找到一群妈妈 在内部找到一群妈妈 我就帮你做步道系统 那第一个做就是资山园 可能我们在座各位 有多多少他听到 大概是1992年左右 那后来资山园就召集了 后来就是他们自己去选 那个陈医生就是在那个地方 那陈医生跟各位说 各位应该也更理他吧 所以他对这个部分 他是非常熟悉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自然步道这个事情 在台北市就慢慢的发展出来 后来就形成一个自然步道协会 后来我把自然步道协会的这一批干部 再把他抓去创办生态旅行 这个整个的过程是这样子 所以都是从1990年开始 我第一章就是很简单的跟各位讲就是 其实我现在想推的 其实生态旅游我一直认为 它只是一个心态的改变 就是说不是吃喝玩乐 那怎么样透过旅游可以更深层的去认识 就是台湾的土地 台湾的人物 真的是我们最近几年 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 也确实是在做 我们透过生态旅游在做 然后希望也介入这些社区 影响政府要做这些事情 那大概是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讲这边的原因 第二个我想谈的就是 台湾在全世界它是有定位的 各位可能也听说 全世界的人类的起源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非洲的东非北部这个地方 35万年前大发生 可是这是冰冷期 所以在这里大发生 人类在这里大发生 它怎么往东走 你有机会我可以解释 那最后的重点就是台湾 我其实这个事情 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到这个事情 台湾的地理位置 刚好是35万年来 人类往东迁徙的最后一个重点 然后在7、8千年前 人类从这个 所以为什么很多岛外 都说台湾是南岛有租的原乡 7、8千年前 从这个地方下去 一千年前里南户河岛 一千五百年前里南户河岛 一千五百年前里南户河岛 有西兰一千五百年前里南户河岛 像是加 我去过这个岛 这个岛的人跟贝州 完全不一样 然后一万年前 从这个地方越过百令海峡 进入海岛 这个是全世界人类的动态 台湾呢 其实从人类迁徙的角度 台湾的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台湾是生物大火 可是很少人都知道 台湾也是一个人文 非常精彩的地方 这是第一点我想强调的 第二点我想强调的是 其实台湾的生态 也有它全世界的定位 台湾是全世界热带生态 往北昆布的最后一个角度 那这里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到那个淡水河口 只能看到水滴长一种 淡水河口只有一种树木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热带的树木 因为台北市的冬天太好太冷 所以只剩下一种黑河 所以台北市这个 台湾岛的最北端 刚好是全世界热带生态 往北昆布的最后一个角度 那台湾这个岛呢 台湾的最南端呢 也刚好是全世界的 韩带生态往南昆布的最南端 那以后如果 大家请听更多的讲究 那台湾这个岛 好玩的是什么呢 它是冰河期全世界古老生物 往东的最东西 所以台湾的牧场非常古老 可是台湾的土地非常的年轻 所以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又老又年轻 土地非常的年轻 可是居住在这个年轻土地上面的生物像 非常非常的古老 其实我也是差不多到1995年之后 才慢慢体会到这个世界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台湾人的个性 每次都想说 好像是一个年轻的躯壳 里面装着古老的年轻 这好像就是台湾人的树林 因为我们的土地是很年轻人 可是我们的生物像也非常的古老 然后台湾它因为很多的岛屿 所以台湾的这种角头好像很多 山头很多 这也是台湾人家的设计 所以它的生物像 它的发音量也非常的多 那台湾它有什么特性呢 可能要想到我再来讲 就是说台湾它有它的定位 那我再看下一张 因为今天我们只有20分钟了 这张图其实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画的 我为了要解释 我那就是研究结论 解释台湾的生物像 在台湾的这种垂直的分布 那台湾从低海拔到高海拔 它有各种生态带 为什么我们在座每个年都很清楚 那低海拔是热带 亚热带 暖温带 阳温带 冷温带 亚寒带 等于是说台湾从低海拔到高瞻 等于是这个整个地球的刺到我们北极圈的方向 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很多人都看过 以前有一部电影叫曾赞美 那曾赞美里面有一首歌叫Edelweiss Edelweiss 我们把它犯作小苔花 小苔花是北极圈 犯北极圈 因为以前我住在树林寺 我常常去跑阿尔卑斯山 阿尔卑斯山的三位就有小苔花 那可是很少人知道 台湾的高山也有小苔花 阴谋一样的高山 所以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环境 它其实是很北极圈的 台湾有这样的房间 所以 可是 我们刚刚有讲过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土地之一 那年轻土地的表征是什么 高度质量 高度质量 我再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在思考台湾的国土鬼话 这个事情 可是要回到台湾的土地的本质 台湾的土地跟国外的土地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我用台北市当做一个例子 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 很多人都是在台北市 你在台北市的随便找一条马路 你往马路的端子看过去 你会看到绿色的山 两边是建筑物 可是端年会看到绿色的山 你今天在国外我也不住 我到纽约觉得说 纽约这个城市 不晓得哪里 怪怪的 我到LA也觉得 这个城市怪怪的 然后到东京也觉得 这个城市怪怪的 然后上海到北京 不是有一天 我终于往南大沃 全世界的首都城市 马路端点 唯一可以看到山的就是台北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跟全世界最年轻的土地 哪是有关系的 年轻的地质就是高度挤压 所以台湾的山很高啊 台湾为什么会有块木呢 跟这个高度挤压的山 因为你高度挤压山就很好 就很容易崩塌 那红块的种子必须要崩塌地 可是它也需要云木 所以台湾这个环境是 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环境 根本就是侏楼记的环境 只是没有人去讲这个事情 像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蛇木板 蛇木盆 蛇木券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我们种兰花不是用 蛇木板 蛇木盆 蛇木券 可是我想大家都不晓得了 全世界只有台湾人这么奢侈 因为蛇木板 蛇木盆 蛇木券 是来自一种绝对 叫做鼻桶树 树莫这样的绝对 那个是两亿人讲的东西 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 也知道台湾说 你们台湾人简直是有够奢侈 把侏楼记的东西砍下来 做蛇木板 蛇木盆 蛇木券 我每次 很多老外人都跟我这样讲 我忽然实在被逼的没有干嘛 有一次有一个德国的张家 我就跟他说 我们就是很多啊 不然你要怎么样 我说没办 我们就是很多啊 国外就是很少啊 以后我怎么在讲这个 这些故事 在跟各位讲这个故事 那我再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从国土计划的角度 台湾的山太多了 像不是有一年那个 阿拉水灾吗 那个阿里山山脉在两天 下了将近3000mm的水 所以那个小银村被淹没了 纳玛夏乡千村 这个报纸站都很难 我想也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可是3000mm是什么事情 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其实就是亚马逊和夏义年的水 台湾人给你拿下掉 这是全世界没有的现象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们生活在台湾人要5000多 因为台湾的土地 应该是全世界最危险的问题 台北市才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 还有火山碰花过 雅海水道关过 也能地壳陷落过 我讲一个我最近 从台湾地质信听到的讯息 台湾地质信他们大概 在中央地质标号前 大概在台北邦庆 钻了200多个碳坑往下钻 然后就发现说 在东边往下钻 大概几十公尺 就会碰到那个硬的那个原始地 可是你在五谷那个地方钻 大概要将近600多公尺到700公尺 可是以前台北邦庆是平的 可是为什么东边高西边 都不在那儿跳下去 其实有一条断层线 你从杨米山 看台北的历豪那边看得很清楚 哪一条线你用眼睛是看得很清楚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也一定要在来讲 所以台北市它经过很多的问题 非常明显 然后我赶快来讲就是说 从国土计划的程度 我们怎么样来看台湾 台湾因为地质年纪轻 所以崩塌 三崩对台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这是我们加速台湾的事情 然后在这种三更的第一条件之下 它又是下这么大的水 全世界瞬间降水量 全世界最大的就是台湾 这个特别人在看法 那还有像比如说 男性这个位置可以坐 那比如说 比如说最近如果有豪雨的话 各位可以注意看 那个豪雨 气象局会说 最近这个一个小时下了100mm 这已经很多人 会讲说一天下了300mm 或两天下500mm 各位知道300mm或500mm 气象局常常这样讲 可是我想一般我们看电视 我们都不会觉得说 300、500mm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因为距离很遥远 300mm到500m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那个 非洲野生动物片 藏颈部有羚羊 这样子的野生生物的环境 有狮子出没的环境 它一年就是下300mm到500mm 台湾有时候一天就把它下来 或两天就把它下来 所以台湾的土地必须去承受 这个瞬间的降低 所以为什么画这个图呢 以前画这个图 不是为了今天讲这个 那可是今天刚好可以拿来用 因为台湾土地太多了 所以呢 嗯 台湾的高山 其实是不太适合 我们现在很多的工法 都是把城市的工法移到高山去 那这个高山另外 我一直觉得 我们台湾的高山 它的保育性 应该要非常高 不能够用平地的角度 你看我们现在所有台湾人 人口密度最高的 大概不是台北 就是在这条线 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设 所有的层次都在这里 那 像普里东市 大概是在海拔300到500 那是一个农业区 所以我们不管从台湾的哪一个地方 你如果搭车子 往高海拔方向走 比如说我们从新竹 走120线到那个史玛库斯 你看你一新竹一走120线 只要离开 差不多300公尺500公尺 就进入原住民的部落 所以台湾的高山这个区块 几乎都是原住民的部落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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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站在哪里 看那个黄色那一个 对 对 对 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人口密度 比如台北在这里 台北的海拔高度大概不到10米 那像高雄上一次不是说划解密 可是划到最后这样就掉到海里面 就是高雄市天海拔高度 那新竹 新竹稍微高一点 但是都不会很高 所以台湾的人口密度最高 大概不会超出海拔50公尺 那台湾的都市周边就是農業区 大概不会超出300到500公尺 那我们只要超出300到500公尺以上 其实都是远住的 那刚才讲说 台湾的土地非常的错误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台湾高山的产业 只有一个产业可以做 那这个部分其实 那时候 嗯 我们看一下 下面怎么走 这个图经是以前我一个朋友 他是在那个民生报 不过民生报现在已经没有了 他是叫什么 休闲组的组长 他去爬过山治喜马拉雅山 然后我就说 我想来做脊梁山脉生态礼 那他帮我画 然后他帮我去走 那他这条路是他走过的路 然后可以经过所有的原住民附落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爬过阿尔贝斯山 阿尔贝斯山没有原住民 我也爬过西马拉雅山 可是我没有登顶 通常没有生态的地方 我大概不会去 那我大概爬到4000 5000 那可是西马拉雅山相对于台湾 他是比较危险 那他的原住民附落 也没有像台湾花样生态也没有台湾细腻 他西马拉雅山是比较粗犯 比较粗犯 那那边的雪八族还蛮 就是搬了一家登山 到圣满风去的 我有一次在雪八族的部落外面看 因为他们人死了以后 就藏在幕后的外面 可是有一次我看到说27岁死掉 30岁死掉 我想说你们到底干嘛 后来发现说 原来他们是为了登山 可以先去探路 所以死的都是他们 所以我相信 第一个登山的圣满风光文 应该是雪八族 根本不是什么英国 我是这样认为他 但是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 西马拉雅山的这种登山步道 他不会像台湾这样的安全 当然有人说 台湾高山也是相对的有危险性 可是台湾的高山 其实不输给阿尔克斯山 因为阿尔克斯山还要精彩 也有机会再来登山 因为他们以前有常爬 那我也爬过安帝斯山 安帝斯山 他的山情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可能有点像 把霞茂山放大成的四五千公尺 所以他没什么声量 他几乎高山都是草人一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也走过像 美国的那个Rocky Martin 没有台湾的生态发生这个东西 我一直觉得台湾可以跟全世界 宣誓的一个事情就是 吉良山脉生态旅 国外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我也在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 一个部落接一个部落 比如说你从福山村上去 我记得在两千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说服金车胡椒基金会 他们出了一笔钱 然后号召六位 六位登山人士去走这一条路 他们走了多久 走了五十六天 从乌来上山 然后从此不下山 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出来 到五十六天以后从匹窦出来 然后中间有普及系统 他会经过很多的原住民部落 我一直在觉得这个在国外是没有的 那你如果说 所以这个系统如果可以做的话 他可以带动很多高山的产业 他可以一个 比如说Port System 比如说你的想法 可以有福山村的人 带到比如说拉拉山的两个村 然后再有拉拉山那个村的人 再带到下一个村 他可以一个村一个村 那你如果累的话 你可能需要有人帮你背 那你可以按照那个公斤来计价 所以有些原住民他是可以留在自己的生活空间 那他们的部落可以有自己的文化 那他要因应这样子的人进来 他有他的产业 然后呢 也可以带动很多高山有关的产业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想我们上座各位 大概很多人都去过河湾山 那河湾山那个路最高点是三千两百公尺 那你总之要上厕所 他一定在河湾山上过厕所 你看那个厕所还是低海拔的沖水拔的一拉 那个水流到哪里去呢 往北流就流到大甲溪去的 往东流就流到异物溪 往西流就跑到那个什么彰化那边去 往南流就流到南口县了 所以高山它有很多的产业可以去发展出来 比如说通信系统 比如说资源系统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台湾 应该去面对台湾的高山跟低海拔的不一样 这个我一直很想退 我从两千两千万现在 这个政府应该理我 不然也没关系 我有机会就想去讲这样子 不过比较重要的是在后面这一章 台湾有一个生态的特色 我们刚刚有一个三个画面 就是说台湾的生态是随着海拔会不一样 每一个海拔它的生态带都不一样 可是呢 如果你从台湾的低海拔往高海拔走 你到了差不多一千公尺以上的各个生态带 它比较没有东西南北的分化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到了海拔一千多公尺 你往北走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 它的生态环境当然比较均值 可是台湾的低海拔是很不一样的 台湾的低海拔是 就是 你往 好 这边往 正硬化的比如说 讲那时候光火激光影响 比较少 就是有一点 我还想说 我应该要把低海拔的 而且用一张图把它展现出来 我就把它画了下来 那它的那种生态气候图都不一样 台湾的南部地区 它有六个月的干潜季节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到台湾南部 中南部的话 低海拔的溪流一定是干溪 不会有水 因为台湾的中南部 大概从十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四月 老天子不会下来 像我们台北市里到内外双溪 那个水 春夏季冬都有水 我是不是很好玩 我一直觉得台湾最弱的是世界的视野 我个人觉得 比如说什么事情 比如说台湾的每一条溪流 各位有没有看过 河流的出海口有这么大颗的河轮石 比如说头前溪 比如说大安溪 比如说大甲溪 那个河流 石头还这么大颗 可是有一点我就突然想到 全世界的河流的出海口 我想不用讲出海口 到了中夏雨 我可以跟各位打赌一块钱 保证你看不到石头 因为台湾的溪流很短 而且全世界的溪流 我的了解 它的水都是从海拔三千公尺 加几一两百公尺的海拔高度 滲出它的第一滴水 可是你看台湾 台湾这个岛 如果我们讲很宽的话 大概是150公里 中间不是这个中央山脉 中央山脉偏东 所以西部的宽度应该差不多100公里 东部大概是50公里 罗比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溪流从海拔三千公尺 到零 到出海口 它的平面距离才差不多100公里 如果我们以西部的这个溪流来看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它平均每流 平面距离一公里 它要下降30公尺 所以那个沖山的力量是很大 可是在国外呢 它的河流至少都有五六千公里 假设它只有三千公里 你看它的平面距离三千公里 每走一公里 它一样是从三千公尺的海拔高度 胜出第一滴水 它才那个海拔高度 才掉到一公尺而已 所以在国外 我们要看到西流有石头 只能在河的最上流那个点看得到 可是在台湾呢 每一条溪流都可以看得到石头 这个是世界级的景观 我个人认为 那我第一次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是我去老老训练的时候 距离出海口 我是从起源一直沿着西 一直走到出海口 还有四千公里那么远 我已经看不到石头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所以台湾呢 我一直觉得 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角度看台湾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台湾最弱的 台湾什么都好 我们跟全世界的科技都跟着 跟着非常的快速 可是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土地 就是 其实我也是国外 到国外我才了解台湾 所以这个也是 不想怎么讲 所以今天推生那里 大概是从这个角度 那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台湾的每一个区块 它都不明白 台湾我的了解 它是全世界在最短的距离 跟最小的范围 有最多生态环境变化的土地 而且它每一个空间 它的 我一直觉得 我刚刚提到说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美国哈佛大学 那这个想法是我在哈佛的时候 刚刚因为我们有钥匙可以进到图书馆里面 大概 我那时候去想出哪个事情 那细节以后 我也没有进来跟你讲 反正我得到的结论就是 台湾是我所知道的 全世界的土地在最短的距离 最小的范围 有最多生态环境变化的土地 所以它每一个空间 你看再加上它这个气候等等 所以台湾的每一个空间 它的地质 地形 气候 生态 人文发展 不同时期人文发展所带来的产业 都不一样 我想我举个例子 各位就会比较清楚 各位都去过东北脚 大家都去过 东北脚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台湾你如果站在南沿平原网 上游这样看上去 那么右手边就是雪山山脉 就是这个 左手边就是中央山脉 所以那一条南沿溪是什么意思呢 你往上走 就会走到石原崖口 然后越过石原崖口 就是大甲溪 七甲晚溪 其实你把南沿溪跟大甲溪串起来的话 其实它是台湾最大的断层线 有一次我跟地质溪的 这几位教授就在聊这个事情 他说台湾早晚是一国 被人两国 一个叫做雪山山脉国 一个叫做中央山脉国 就想到那个地方翻开 所以雪山山脉是这样子走的 然后到了东北脚 北海岸这个地方 它会掉下去 所以我们走北海岸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海海的地形 差不多200公尺 100公尺 300公尺 它不像清水段来是2000公尺那么高的 它是温暖的 那所以 所以早期的人类到这个地方 它只有在山的那个所谓的夹角跟夹角中间 很小的腹地才有办法生存 可是它很靠海 然后腹地要很小 所以根本没有发现 我们台湾北部的基隆到东北脚这个地方 有很多小型的渔泥村落 可是都不是很大 不是在卖鱼吗 我们台北市很多人吃那个撒心鱼 都跑到东北脚的小的渔村去买鱼 那个地方 因为没有腹地 而且靠海 所以它只能够靠海为生 早上出海捕鱼 下午回来卖鱼 或晚上出海捕鱼 早上回来卖鱼 可是这种环境呢 刚好跟东北季风有关 东北季风从这个地方追过来 那东北季风碰到这个两三百公尺高的 海癌地形有一股上升的气氛 那这种环境是一种动物的最害 那种动物叫做老鹰 各位不觉得 那个基隆市政府把老鹰选为四鸟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所以它老鹰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台湾北部 有东北季风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老鹰每天只要把翅膀张开就好了 那个东北季风那个上升的气氛就狂起来 那它的早餐午餐晚餐呢 因为鱼民捕鱼回来一定有一些不要的鱼 老鹰就想来吃鱼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它很特殊的地质呢 有雪山山脉 有没有很特殊的地形呢 有海岸的地形 有没有很特殊的气候呢 有东北季风 有没有很特殊的生态呢 也有就是老鹰 有没有很特殊的产业呢 也有就是小的鹰村公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 其实像这个有地质地形 气候生态 人物肯发展产业的这种特色 那个土地你可以在地图上把它画出来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 这个可画出来的这个空间 应该是我们台湾国土计划的最小单位 那这句话我也跟那个什么国花会讲的 好像也都 好像也没有人听进去 其实台湾是这样的土地 台湾的土地非常的细腻 那其实这样的概念也可以运用到生态 所以我们最近是在推说 生态旅物应该尽量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观光客 都会集中在一个点 然后就把它玩到爆为止 那台湾其实每一个土地 都有它的地质地形气候生态 等等产业的条件 那你就是看那些东西就好了 可是就是没有人去讲 所以我们最近生态旅物学会 也要训练一批 我把它叫做Super Guide 超级导览人员去讲这些事情 那大概是这样 最近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其实很多想法都是 从很早以前就慢慢有了 可是好像都是 我们自己就是默默的 就是慢慢的在做 那非常高兴我今天能够来这边 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对台湾的一些想法 对台湾未来产业的一些想法 可能等一下有两位先生小姐 可能他们也有很好的意见 那我就讲到这边 谢谢朋友 谢谢 所以先请大家晚安 那我是 我今天来这边 我是代表 我们这个台湾永续旅行社会 我们来这边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 你是在做什么 因为其实永续这个字在 在近年来 其实被用的还蛮广泛的 所以在很多方面 就是一直不停的 永续永续永续 但是其实在最早 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在讲永续旅行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永续永续是什么 是一直不停的旅行吗 不停止的旅行 然后一直旅行下去吗 那其实会发现 大家对于永续的这样子的想法 是都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其实我们是 不但是要讲到永续 那我们也希望 可以看看 我们在 这个是整个在国际间 是怎么在推动永续旅行 然后我们把这样子 他们在推动的东西 如何带到台湾来 做一个接轨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台湾游戏旅行协会 其实还没有多少年的历史啦 那我们其实现在 我们在做的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属于 他像是第三方中立的 一个平台的角色 我们跟其他几个 国际间的单位 第一个像是这个Travel Life 它是一个欧盟的组织 他们是比较针对于旅馆 还有那种旅游业 比如说旅行社之类 他们在从那边去推动 一些永续的标准 还有呢 这个是 这个叫做 它应该算是国际旅行协会 其实是我们最早有接触的一个 一个协会 那这是我们最早跟他们接触的 那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标章 还有一些准则 那我们也是有去翻译 他们的这一些 针对于永续旅行 有的一些 比如说规范 我们来在台湾 来试着想要去推动它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叫做Green Destination 它其实也是属于欧盟的组织 但是它跟Travel Life 不一样的部分 是他们是在推动景点 刚刚Travel Life 就是前面这一个 它是在从旅馆跟旅行社去推动永续 那但是呢 这个Green Destination 它是透过景点 像他们比较 最近比较有名就是 它一直在推的全球百大景点 怎么样去申请 可能透过什么样的流程去筛选出来 全球百大景点 那就是这个Green Destination 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透过了这个 我们透过了旅游产业去实践 然后呢 我们也透过景点 我们辅导社区去做永续观光 或者是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也去接受了这一个 国际旅行协会 他们这些国际标章的认证跟标准 我们希望是透过这个三方 在推动永续的概念 那其实大家看过很多这些名词嘛 比如说永续旅行啊 责任旅行 生态旅行 自然旅行 各种各种旅行 其实就于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来讲 其实大家都还蛮接近的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到底做的是生态旅行 还是永续旅行 还是低碳旅行 其实就回到最基本的点 最出发的点来讲 其实是大家是差不多的 但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 我们我们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是看成一个大笔图来看的话呢 永续旅行其实是寒阔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它不是只有一个面向 它可能包含了你平常的你的生活的模式 比如你怎么去上班 你怎么样生活 然后呢你可能在旅行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 你去看东西是什么 你去看什么 去看生态 还是看自然 还是看文化 还是看城市 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面向 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范围 其实你可能做到这个部分 那可能你 那个部分你却没有发现 那怎么样去慢慢的推动它 这就是 其实我们要在努力的部分 那我们 因为我们其实还很 那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能力 去跟政府部门说 我们想要怎么做 你们应该可以怎么帮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些部分 那我们 我们现在的那个 就是经营的模式 其实不能说经营 没有什么在经营 我们其实是想要 从业者 从产业来做发展 所以我们 我们想要追求的呢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希望追求的是一个社会文化 生态环境跟社区经济三个 它们不管是在发展 或者是在怎么样 在共存的状态下 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好 然后影响最低的一个状态 那最好是可以平衡 最好是每个都有 但是如果当可能有一个面向 可能会压过某一个面向的时候 那怎么样去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那我们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方式就是我们透过旅游产业 包括像是旅馆 民宿 旅行社 我们从他们去改变他们营运的模式 跟他们的习惯 让去到他们那边的人 可以很自然的就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会去辅导旅馆 或去辅导民宿 让他们在他们整个营运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减少垃圾的产生 或者是他们怎么样去发扬他们在地特别的文化 这是由他们一个景点 作为出发点 由他们来引导去到他们那边的住客 让他们可以去产生永续的观念 而不是说我们一直去跟游客说 你们一天要永续 你们一天要怎么样 你们一天要怎么样 其实这样子效果并不在 他可能在这边听一听一听 然后回去就忘记了 但是如果就以一个业者来讲的话 他去告诉我们的游客说 我今天带你去做这件事情 他其实不用特别讲 但是他很自然而然就把他们永续的观念 传递给他们的住客 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让他们去减少许 就是会去减少使用一些 比如说一次性的消耗品 那其实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让他们去鼓励他们的住客 你们自己带牙刷来 你自己带毛巾来 那我可以给你一些小小的折扣 那其实住客也很开心 那自然而然也养成他们这样子的习惯 那其实就常起来看 对于业者也是降低他们的成分 所以其实是大家都领悉的一个状态 只是现在我们生活太方便了 你这个东西用完抓来用完就丢掉了 那慢慢的去改变他们的习惯 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 而不要是把东西放在一个 你一个东西放在那里 大家就可以自然而然拿来用 那你反而你不提供他的时候 他就说那我就自己带 所以这个是像刚刚瓜老师讲的 其实是一个心态的转变 你去改变你的习惯 不要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 我得到这事 我应该理所当然的 那我们如果是 就于全球的一些观点来看的话 像是在联合国 联合国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推动了一个这个 永续的发展目标 那其中的里面有三项 是跟永续旅游比较有关系的 那像是第一个 也不是第一个 第八个 第八个他就是希望是 经济方面的成长 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 是不但是促进了旅行的产业 然后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火弱 然后呢第十二项是 他是 促进当地的工作 然后在地文化跟产品的 那种产生的过程 所以他希望是比较在地化 透过在地 而他们希望这个 这个世界的发展 不是只是靠外面 比如说买外面东西来卖 而是他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些 就是有当地特色 然后是由当地居民来生产的产品 让他们可以 就是可以从中获利 让他们可以生成下去 然后那这个第十四点 他其实是跟海洋 或是水的环 水资源有关系的 就是他们不管 因为像 像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讲到一些 透过有很多海洋文化的国家 那他们就是 怎么样去运用海里面的资源 让他们的经济可以永续发展 那今年 我不想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办这个活动 应该就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就是2017年是国际永续旅游年 这是联合国他们做的一个 一个活动 算是活动或是政策方面的吧 那他们希望在旅游来讲 他们可以有五个不同的面向 他们希望可以去促进它的成长 包括了像是经济的发展 就是差不多的东西 经济的发展啊 然后就是这个社区的参与 然后就业提高就业率降低贫穷的那个状况 然后呢资源的运用 然后环境保护 还有气候变迁 那他们第四点 他们第四个面向就是 他们希望是保存文化 文化多元性 还有古迹的方面 然后第五点他们希望可以增进 就是了解啊和平啊跟这个世界的安全性 所以这其实他们在207年今年度 特别在规划在推动的某一个计划 他网站上都有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毕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世界接轨吧 因为其实台湾应该也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标章什么标章 但是我们是希望 既然在国际间有一个已经很好的标章了 那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再去多做什么 我们其实是可以就是直接接纳他们有的东西 所以有一个这个叫做全球永续游委员会 他们是好几个组织一起就是算是结合的一个委员会 那他们一直都是在推动一些相关的那个旅游的准则 所以他们有第一个他们是针对永续旅游准则 那这可能是针对旅客的 他们又推动了一个旅游地准则 那是对于景点来说 然后呢还有今年刚刚出来的一个叫做旅游产业永续准则 他们是针对比如说旅行社旅馆或者是像国外比较多 就是那种那种cruise那种那种游轮啊什么那种 就是各种跟旅行产业有关的一个准则 所以我们在成立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一直不停的是在吸收他们已经有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讲是可以比较了解国际游在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像我们回到刚刚有一个有这个图 我们是希望都是在推动社会社区跟经济方面 还有社会文化还有环境 我们都希望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率 然后降低负面的影响 就是不管是在这方面可以取得一个平衡 当然是最好的 那对于跟东南亚有关的话 其实像是东南亚是很多欧美国家的旅客 他们很喜欢去的一个旅游地 那如何去影响他们 其实也是你去跟他们讲说 哎我们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 其实还蛮难的 那现在就像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Trouble Line 他们是跟了很多 这是泰国的例子啦 他们跟泰国的旅行社合作 他们让因为这些旅行社可能是这些欧美人士到泰国去玩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他透过这些旅行社带他们去哪里玩哪里玩 所以他们就跟直接跟这些旅行社合作 他们把资金给他们 让他们去规划出一些是符合永续游游概念的行程 或者去找到这些的景点 那其实这两张图都是某一个旅行社 就是这个EXO旅行社的宣传海报 那大家可以从这边看到什么呢 看得到吗 这个是什么 茶叶 茶叶 这是那个在泰北 他们这是一个小数民族叫阿卡族 他们去采茶叶 然后就开出来的照片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笑的 因为你知道这帽子有多重 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子去采茶 这应该是他们的 算是礼服 对吧 因为那帽子全部都是银做的 然后他们上面全部都是银柄 是非常非常重 然后我就去 但是去采茶应该脖子会有到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笑 可是拍起来很美 然后看起来很有趣 我们在一个小兴族族穿了他的传统服装 然后在一个很自然的茶叶营业 做他们当地有的产业 看起来很棒 但是仔细想想觉得有点好笑 好 那这个部分他看到吗 他有点没有很清楚 泰国最多的 就是大象 他其实是 因为很多人到泰国 他会去起大象 会去看一些大象的表演 但是那其实都不是真的很人道的一种活动 所以他 我之前看过去训练大象的人 他身上是带一支 有点像是镰刀的东西 就是那大象只要不歪 他那个镰刀就会搓进去 其实因为大象皮很厚 所以你只是打他 他没有感觉 然后我就看到他带着一支小小的像 然后他可能就有点不听话 那个人就要抽他的眼睛 然后那个像好像就退两步 所以其实那种过程是真的对我们来讲 不是真的这么友善 所以你今天去看了那些表演 你去了那些地方参观 其实就是鼓励他们去训练更多大象 去抓更多大象来做这些活动 所以像如果是这个旅行社 他跟了Travel Down合作的话 他们就会禁止 也不会他们没有办法禁止 但他们的工作是 他们不带他们的旅客去这样子的场地 去看这些表演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抵制他们 可是就于法律来讲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禁止这样子的活动的 那另外就是这个Trip Advisor 他们在2016年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为了要保护动物 所以他们开始就是不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卖这些跟动物有关的景点的门票 那动物有关的景点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大象 去看大象表演啊 骑大象啊什么的 然后呢比如说像东南亚有很多喜欢带你去 看什么喂老虎啊 去跟老虎拍照啊 或是什么海洋世界啊 去看海豚表演啊 看美食表演这些 所以他们开始去为了要保护动物的安全 所以他们开始去就是不再贩售这些景点的门票 也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抵制他们 然后也让他们可以接触到的这些客人之类的 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立场 为什么他们不想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刚刚讲的那么多 好永续旅行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就是一个绿色的玩生态 但是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是可以尽量去降低你很多不必要的污染 或者是排放量 或者是任何可能会危害环境的事情 然后呢还有一个责任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都有责任 你多用了一个东西 其实你就是多消耗了一个东西 那这个责任来说 对我们来说 其实也是永续旅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那既然讲到责任旅行 我也会讲到一点点的制工旅行 虽然等一下那个高总监应该也会讲很多 但是因为我刚好前几年 我都是在台北做制工 所以对那边大概有一些些的认识 好所以现在这几年其实还蛮 好像是一种很流行 我不知道讲流行对不对啊 但是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 他就说我还要去海外去当制工 我想要去服务 我想要去做什么 所以讲到海外制工大家都会想到 想到什么 我当时问了大家 就是可以让你去玩啊 不要钱的旅游啊 你开心啊 还有什么吗 大家有曾经去过海外服务 或者是动了这个念头想要去海外服务 就好像很浪漫 其实我们大概会碰到很多 有非常浪漫想法的年轻人来当制工 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会很想到他 好想想想想 好 其实人家一讲到这里就会说 哇你还有爱情 你当自工了 哇自工 我自工没有薪水 怎么都各有爱心 好像我也不是这么一个有爱心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愿意去 因为我有一个 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一份工作 而不是我是去获得别人的掌声 然后等下也会凭什么 有些地方好落后 你去那边应该很辛苦吧 你这样子可以吗 吃的东西也糟 环境也糟 什么都很糟 然后是不是没网路啊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你这样可以吗 或者也有人会有些想法是 台湾也有很多人需要你去帮助他 你干嘛一定要跑女人 你干嘛一定要跑去台湾 你干嘛一定要跑去整体站 你为什么要跑去非洲 为什么就会在台湾服务就好 但是对我来讲 其实我在去之前 我都不会想这么多 我只会去想说我为什么要去 那我去到底可以做什么 那可能在第三个就是 我去做的事情是 是真的对他们有帮助的事吗 我们在泰国的时候 每年到了韩鼠架 就台湾的韩鼠架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大学施工团 施工队 就会过去那里 然后大家就过得非常快 就是一个海外下立民的感觉 他都好快乐喔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然后可能会说 那个什么什么 可是那个我不会欸 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批大学生 他们到了我们隔壁的一个学校 小学去 有点像是他们的实习的一个阶段 然后跟他们说 欸你们 因为小学嘛 就是他们其实都想台湾小学的课本 然后说欸那你们可能 有人要教数学 人家要教博语 有人要教自然 也要教社会 然后那些人就说 可是我们不会数学啊 我们是博文系的 还是华文系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是教佛语的 我们不会教数学 那我说 那不就小学数学 你不会吗 就是乘法呀 应用题呀 你看得懂字 应该都会吧 然后他们说 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教 所以他们就拒绝了 但是那个学校需要 去教数学的老师啊 那我们就觉得 嗯 那他们在来之前 他们到底有没有弄清楚 他们为什么在这 那 这个地方需要的 跟他们能够做的 不是很好 他们没有办法公益 在这个地方需要的东西 那 那就会让我回来想 那我 我到底有没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 我的 我的能力 或者是我可以付出的东西 是不是这个地方需要的 好 所以 我觉得 要出去当这东西 真的要想清楚 我帮你们来 就会干嘛的 好 那 因为我在台北的生活 那可以给大家看看 美意的风景照 好 那 太北 太北其实 嗯 大家可能 比较知道的就是 那个 柏阳 不是有一本书吗 你在讲 抑郁 其实我去泰国的时候 我从来没看过那个书 我知道那个故事 有这本书 但是我也没看过电影 我也没看过书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 在讲什么吗 嗯 其实我那时候 我一开始都没有看过这个 但是 直到 我到了这个地方 它叫做 泰北逸民文史馆 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 中列词的概念 它就是把当时在 占死或自然死亡在这里的这些 当时抑郁的 就是孤军的那一群人 他们的灵位都放在这里 那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先来这个地方参观 然后看到一句话 就是可能是在柏阳先生他小说里面的一句话 那我其实感触还蛮深的 他就说 这一群人 他们战死 便与草木同朽 他们战胜 乃是天理不容 所以其实听到这句话 是还蛮难过的 那他们这边 这一群人其实就是在 国共内战的过程当中 就退退退退退退 从云南啊什么哪里啊 就到缅甸 然后就从缅甸 退退退退退退退 退到太北 好 他们其实好像是什么 国军的什么九十三师 什么东西 就是那历史很复杂 其实我其实有看没有懂 好 然后后来他们就在这边 变成了一个叫做 云南反共九国 就是第3云和第7 然后 什么又要撤退 又不能撤退 反正他们就 有人命令他们撤退 但是其实偷偷的是跟他说 你们不太早 你们就在这边 阿公大陆 所以他们就留在那里 可是他们留在那里 其实是一个一群没有身份 然后也没有国家 其实也没有物资 没有人比他们的一群人 他们就在那边生活的下来 然后一直到 不知道哪一年 他们协助了泰国政府 去清缴这个泰共 因为泰国政府可能兵源不够 所以他们就协助泰国政府 去打泰共 然后呢 打完泰共之后 就是去年刚过世那个泰皇 就去医院 要去嘉奖他们吧 就到了医院 他发现 奇怪这些人 为什么我刚刚讲话 他就住听不懂的样子 他才发现这群 来帮他们打泰共这群人 根本就不是泰国人 然后说那这群人 为什么在那帮我们打泰共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搞不清楚 后来他就知道了这整个过程之后 他就非常非常感动 他就说好 那因为我要感谢 我要代替泰国感谢你们 那既然你们都是难民 你们有身份 那我就通通给你们身份证 所以在当时有一批 那个时候的孤居的后代 他们是透过这样子的关系 取得泰国身份证 但是那不是所有人 那一直到现在 其实有一大部分的 泰北的华人 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 他们在泰国没有身份 他们在里面也没有身份 他们在台湾也没有身份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的人 那他们 他们现在可能有的是一种 叫做难民症的 那这个难民症 其实对他们来讲限制很多 他们生活的空间 他们可能只能从A到B 这个空间 这段距离是他们可以移动的地方 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就会被抓抓 只要被抓到 他们就会被抓走 所以他们是一群 还蛮无奈的 是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去升起 变成泰国人 就是一直要维持这样的状态 但可能有一些家庭环境 比较好的 他们就会去买别人的身份证 如果我不是很清楚 到底怎么买 但是他们可以买得到 可能有人过世了 他们就去买他的身份 然后 所以他们的身份证上 的名字 然后出生年月月 爸爸妈妈的姓名 都不是他本人的 这是很奇怪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学生 比如说家里资料 他们就会问我说 那一点真的还是假的 为什么 问你什么是真的 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一开始其实刚训不懂了 为什么会有真的假的 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就 就真的假的 听不懂解释给我听 他们就说 身份证上我是一个人 我真的爸爸妈妈是一个人 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非常多 但是这是要有 家里足够有 足够的经济能力 才有办法去取得一个 假的 不知道谁的身份证 那没有经济能力 他们就是一直维持 是一个男子的身份 所以这样子的人 在有太多到现在 还是非常非常很多 所以这其实 是我们一直都 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他们可能要去问 也没有问不到人 那要给钱 他们没有任何样子的经济能力 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就来讲 其实看了很理奈 就很想要帮助他们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方行 那还有其他 几张漂亮的照片 这个是茶园 你们刚刚可能看到的 那个阿卡 阿卡台湾在那边采茶 那其实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华人吧 他们家的茶园 然后好像跟台湾 还有一点合作的关系 就是台湾转移他们的技术 到这边提供给他们 一些机具 然后农耕种茶的技术 到这边 其实 我有一个学生 他们家在这里 然后我个人是去他家玩 然后走的时候 他妈妈就说 那老师你带点茶叶走吧 我们就说 一点点就好 就他给我了 大家知道 大家要几公斤 把他吓死我了 我想说 我大家喝不到 我给他喝得完 然后这是一个太北很漂亮的庙 我们都叫他白庙 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我忘记了 就是很白 然后这是一种 那边特殊的小吃 它是活的虾 就是他来的时候 他还会还在跳 可是他放在保利荣河里面 我们就觉得很可怕 泰国人非常喜欢用保利荣材去 很可怕 非常可怕 好 那这个是 在太北 我觉得一些比较有趣的活动 好 看得出来是在干嘛 对啊 这是忌孔 我们在太北要忌孔 看出来这是什么 看到这上面这是什么 国旗 国旗 这个其实在太北 我看到国旗 那比如在台湾 看到的还多 他们就是在每年10月10号的时候 所有村子里的人会聚集在一个大礼堂里 听村长讲 国旗的由来 我想每年应该都听一次 可是我只去过一次 所以我猜每年应该 就哪会讲一样的故事 可是明明都有人去听 因为听完就有饭吃 会反抖 所以还蛮有趣的 因为你现在在台湾 在讲国旗的故事 应该没人想听了 可是他们每年都有人在听 然后这个 下面这两张是一个 每年3月29号青年节的那个前后 他们会办一个 反读青年运动会 那这个其实也是跟台湾合作的 台湾有一个叫做 我看看这个 台湾世界青年志工协会 他们每年会招募志工 有专长的志工 然后到那个 台北 家在运动会之前到台北去 嗯 有点像是办一些才艺活动 他们会去教小朋友跳舞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了 什么电音三胎子啊 什么棒可金啊 什么彩带舞之类的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种 对于台北志工服务的方法 可是这个反读青年运动会 感觉就是 就是全台北每个华人村 如果都会派一些运动的队伍 去那边比赛 就是我们就会消耗的是白天比篮球 然后晚上就会在外面打架 因为 所有年轻人 全台北的年轻人都聚集在那里 晚上就会在村子里面打成一片 非常热闹 那因为台北它的华人的 很多很多华人村庄的关系 所以他们在每一个村落 几乎都会有一个中文学校 而且很多中文学校历史非常悠久 像历史最久的应该是这一间 就是在我服务的那个村子的旁 那个村子里旁边 它大概已经六十几年了 前几年起好像六十几年校庆 那每一个村 每一个学校它都是从幼稚园 一直到中三 国三 幼稚园到国三 就是幼稚园然后小学 国中 那这些学校其实都只有到国中 所以 那时候就是在太北市 没有中文高中 可以提供给学生念书的 那如果他们念完国中之后 他们想要再继续念书 他们就要到台湾了 但是到台湾来 那时候还很小吗 大概十五六岁的孩子到台湾来 那就诱惑很多啊 如果也不会好好念 就是感受到一些坏习惯 宜家背景的这样子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后来成立了这一所高中 叫做满塘建华高中 满塘是村子的名字 然后建华高中是学校的名字 那时候不是在这里服务了快三年 那这个学校是2002年成立的 所以在这之前 泰国是有高中的 然后他成立之 他是 就是当时那个 云南法工丘国军 里面的一个餐楼 他叫陈茂修 大陆教堂相聚 里面的一个餐楼 他当时觉得 他想为了这些华侨 华侨的土地 而成立的一个学校 那这个学校就是高中 三 有三年 然后有不同的专业 那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图书馆 那图书馆 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 华文的书籍 中文的书 它有两万多本吧 但是大部分都是 从台湾捐过来的书 那时候后面我花很长时间 在整理这边的书 那我发现 那个捐书的过程 让我觉得有点难过的是 其实大家会把他们 不要的东西捐过来 所以我这边收到非常多奇怪的书 比如说 什么 拉米女宝贝啊 什么 就是 反正是一些很奇怪的 就是 怎么会是出现在一个高中 徒书馆里的书呢 所以 也是 可能在这边有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捐东西到哪里 你们还是要捐 你觉得这东西是贪用的 你们不要把 这个坏掉了 捐给人家 那其实我们收到这些东西是相当困扰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顺利 但是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 我就是把那些书球拿去卖掉 然后换现金 然后来买我们里面的设备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 比较有用 好 那最后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 这是我们当时在 那边办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阿卡村 那这个村子是离我们学校大概只有十分钟的脚踏车的车程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 没有电 没有自来水 然后 全部都是阿卡 那个阿卡文化小树林族的 的那个 就是聚落 那我们在这边办活动 然后 那时候就是 我带着班级 我去 第一个 我希望他们 那时候去办活动 我觉得 不是只是带他们玩 带他们吃吃喝喝而已 我希望是可以 对于他们有一些教育的性质 所以 我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提供一餐 一个典型 我们就是学生自己买东西自己做 但是 我们没有提供任何的餐具 因为我刚刚讲到 泰国人都非常喜欢运行餐具 但是我们 我们办的活动 就在他们家隔壁 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餐具 所以我就是跟 跟我的学生 跟当地人讲说 我们是不提供餐具 那当地人他们以为说 跟我说 我家里有餐具 我免费给你用 好不好 我说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是习惯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去 在这样子的活动的过程中 慢慢的去改变他们 不要这么容易拿到一个东西 我就用完吃完把它丢掉 这样子的习惯 因为 其实 如果五个人吃 之后就是变成五个垃圾 五十个人吃 就会变成五十间垃圾 那去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他们改变 他们的这样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是 嗯 我们在 不管是在永续 或是在任何方面 我们都是可以慢慢去推动的一个观念 好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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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高姐 那我现在工作在理力国际服务 那我们做的事情 就像刚刚你老师讲的 就专门带志工去世界各地 那当然是知道问题呢 还是去协助在地社区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些过程 那 第一个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大家每天不知道起床 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好 那为什么你一想要做 在志工到台湾 或到世界各地去当志工 那以我自己来讲 呃 我之前在节目在大概住点三年多 那我未到节目在住点呢 是因为 我在念救所的时候去 节目在当团席志工 就十天了 那十天呢 其实 我发现自己做不了什么事 那后来我就决定 要到地去住地 那在这过程中 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 呃 所谓的土地的一个连接性 那刚刚前面 梁文老师讲了很多 关于土地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都从理论 或是从地理的角度去探讨 那我比较想要就是 就是关于 讲的是 人被土地选择这件事情 事实上 呃 我还蛮强烈的感受到 就是说 我每天起来的时候 起床的时候 我自己也非常知道 我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我非常开心的去面对 面对每天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在志工 在生活上 他们参加完这样的行程中 回到他自己的生命里的时候 他一样可以知道 他自己的方向 那知道说 他其实被土地选择 他跟土地产生一个连结 跟生命产生连结之后 他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那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之后 所谓的友善的土地 或是所谓的永续 其实都是一些 非常技巧的事情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去带 非常多的价值 给志工 让志工知道说 你自己是一样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怎么找到你自己 那在找到你自己的过程中 你怎么去赋予你 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土地的一个责任 那以我自己来讲 我蛮常跟志工分享 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一个被土地选择 那我自己认为 我在志工在助典的过程中 其实是被志工在这块土地所选择 所以我会一直想要去 在这块土地上做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可能是 协助当地的社区 让当地的人的生活改善 又可能继续友善这块土地 那一直到我回到台湾之后 都持续在做 在我公司做这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把这个观念 去分享给更多的地点 所以其实现在我在 理力士管理我们所有的计划 有包括电工部啊 电台名单 我希望把这个概念 带给更多的 极化的社区跟当地的人 所以对我来讲 我自己的工作 生活的旅行 都是放在一起的 那我自己也蛮喜欢 去自助旅行的 所以其实像这些问题 我还蛮喜欢 是因为 整个东西的食物 我自己都去过一遍 那每个都是我自己去自助旅行 所以我对于当地的观察 有非常多一些 深刻的一些体会 那当然时间不在最多 但是其他地方 其实我觉得 每个地方都有它 很特别的特色 我等一下会再讲一下 好 那简单来讲 其实 我现在在一地工作 那我的背景 其实是完全跟这个 完全不相关的 我是念资管系的 然后是念当传播 所以其实 我自己是从 一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 进到这个领域来 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当人去做资工 甚至去旅行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是会满满的 被发掘出来的 那我自己 一路这样走过来 去做一些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模式 可以被他们在更多人身上 所以是我现在 或什么在一地工作里 有意思 好 那 我们工作其实 很简单 就是让资工线区分 定现是什么 是价格跟价值 那我简单的 举个例子好了 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 新闻标题 或是很常听到一个 标题就是 大多人身当原教妹 那大家听到这个标题 就会觉得说 这个女学生 或是这个女生 一定就是不简单 或不OK 那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 原教妹苦读 考上大学 那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价值观 会因为这个 一句话的论书 完全发展 然后觉得说 她好认真 去翻转她自己的生活 但事实上这两件事情 背后本质是很相近的 它只是同时具备了 原教跟大学生 两个身份 那我们不去探讨 这件事情 到底好不好 而是看 但我们去论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定义它的价值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教育体系 包括我们现在的政府所提供的 资讯 还有我们整个教育系统 包括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们的教育体系 把我们塑造成一个 非常有价格的人 所以有价格是什么意思 就是 你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好的收入 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社会地位 更高的社会地位 所以你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即便的有价格相比 投入到这种历史上去 那最后你就 把进卖一个很好的价钱 那我们不希望人是这样子过的 我们也不希望 台湾的人会这样子过 所以我们不断地去提供 制供一些新的思考方式 让他知道说 你做事情或工作的时候 其实价值 比价格更重要 那包括你的工作 那我自己觉得 在现在的工作里面 我非常地注重价值 这件事情 好 那整个设计里面呢 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在 出发之前的一些行程训练 再来是出发中的执行计划 再来就是结束之后的一些后续行动 那每个环境里面 都会有一些志工 该做的事情 包括对议题的了解 对在地的了解 包括怎么去具备一些多元的思维 和视野 那在过程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专案计划 这些计划都会跟社区发展不关 所以其实我们不会去 不太会去陪小朋友玩 或教小朋友一些东西 因为像教育对我们来讲 就不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 教育它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事情 如果没有两三年以上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教育 所以我们非常知道 我们的专案计划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会有一些硬体建设的工作 或是一些农业工作 透过一些互相 社区老公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一些概念 提供给社区 去互相分享 那在志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志工 在进程结束之后 都有非常多的改变 包括这边在做的 大概至少有七八位 都是营利业员 不好意思 对就是还蛮多的 对 那他们会来这边 听这些讲座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 原本都不太知道这些事情 或是可能也不太 接受这些资讯 但他们在回来之后呢 他们不少做出一个改变 就是他们开始尝试去吸收 这样子的资讯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就是他开始知道说 这些事件来讲很重要 他必须要去知道 他必须要去做出改变 好 这是我们大概服务的 国家地点 那一件会在最多 那我们TOTO大概已经有 将近五千多位志工 那目前我们现行的计划 有台湾跟国外的 那台湾计划大概有七个 那国内计划大概用什么 现行有什么到三个 那回到我们社区来讲呢 我们其实是用志工 来做社区化的工作 那简单的说呢 我们的社区工作 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 志工只是他的一个小螺丝 虽然做得很重要 但他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其实社区才是我们的重点 那我们会把志工 放到这个社区计划里面 比如说我们会在志工去做教案 但这个教案并不是教育 他只是让我们跟这个学校 建立一个关系 因为其实不可否认的 你们可以去Google 国际志工 或是International Worker 你们会发现 新一社的图片 都是跟小朋友有关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蛮刻板印象的东西 但事实上 的确孩童跟学校 是在进入社区上 一个非常好的桥梁 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我们利用教案的方式 去跟这个学校的接触 去建立一些关系 就进入到这个社区 我们会认识到校长 然后认识到一些老师 那还会进一步 带我们去认识到村长 或是校长 或是里面的一些工匠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社区之后 去做我们后面真的 该做的专案 我们会认识到 比较实际建设的部分 那实际建设的时候呢 志工除了去帮忙 比如说盖房子 或盖厕所 他同时会去做一些家庭访问 那我们会有固定的SOB 让志工知道 我们去访谈这个家庭 那这个家庭所 访谈的结果的资料 可以后刻给我们去判断说 后续我们该怎么协助 这些村落跟家庭 因为我们其实 员工有限 资料有限 时间有限 要访问可能 要访问太多的家庭 其实太可能了 所以志工会变成我们去访谈 这样家庭的一个 很好使用的一个功能 那他们访谈的结果 就会归到我们的 在地工作人员身上 然后进一步的去判断 该协助什么样的家庭 或是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不断的循环下去 所以其实这个模式 是我们慢慢去摸索出来 建立的一个模式 那么把志工放到社区 发展工作 那这是我们套用的一个模式 那在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们会带动 所谓的当地经济 那这边比如说 像我们当地会有 青年的翻译 或是工匠 或是司机 或是我们会去 找后一些餐厅 跟一些商品 或是在地的员工 以我们今天不在计划来讲呢 我们现在有直属的 两位员工 那其中一位呢 他大概才二十几岁 他其实是早期送我们的翻译 到现在变成我们的计划负责人 那我们所有 台湾过去的志工 基本上都是由他去带领的 所以其实我们翻转的 就是所谓的 领对这个角色的关系 我们不是去领导当地 我们是培力当地 去impower他们 让他们可以去带领我们 让我们彼此去互相分享 那这个impower的概念呢 我这边举个例子 像司机好了 我们在村落 其实常常会去做一些正式的工作 那大家应该觉得 司机就是帮忙开车的吧 那其实我们的司机很特别 就是因为我们进村的时候 不是去柏油路 都是一些黄土路 所以其实对司机来讲 是不太好走很上车 所以很多司机在早期 不太愿意见我们的Cave 那当中一两位司机就想说 因为常常看到这群神经病人 在那边盖房子 然后盖个认证 他们就觉得很特别 就想说那我就看一下 你在干嘛好了 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发现 我们的司机开始跳起来 跟我们一起工作 然后我觉得说 他不是不太喜欢我们吗 我就透过当地工作人员 去跟他聊就说 为什么他会想一起来工作 他就跟我讲说 他原本也觉得我们很奇怪 然后也觉得 他不知道我们来干嘛 那他发现就是 我们在这边做 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认真的 他开始知道说 原来他自己 其实也应该去认真的 对待他的村落 跟他的国家 去协助他的当地的社区 所以他愿意跟我们一起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志工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劳动这两个字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负面的词 而是你怎么把自己的认真的态度 跟对生命的态度 让你去认真 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 去分享给当地人 那同时你也去学习 当地人在面对生命 面对土地 面对生活的态度 所以这个互相劳动的过程 其实是彼此成长的 他听起来很抽象 但是生命的转变盘 就是一件非常抽象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实际看到 非常多的志工 或者在这些社区的村民 他们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他们的态度是更真相的 那在整个设计行程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只是做专案 我们同时把很多的概念 设计到行程里面 它会有点像旅行的角色 旅行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十一柱行 每个地方 每个环节 我们都会去设计说 你其实应该注意什么事情 这边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像吃饭 吃饭这些事情 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 那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过去一个礼拜 你有把饭吃完的人 如果你没有把饭吃完的话 你可以去思考为什么 那跟着我们的行程里面呢 光吃饭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有两个观点要告诉志工 第一个就是你处理 我们让志工知道说 今天你浪费的这些资源 你多浪费一块肉 一口饭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 就会吃不到这个东西 那你到别人的土地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浪费这些资源 那我们去让他了解说 不是强迫你要吃得很沉 把饭吃完 而是你的资源 其实是应该被珍惜的 你在判断你吃多少之前 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的 你买多少餐 吃多少量 你都可以自己决定 而不会需要去浪费 这些食物 那从餐厅的角度来讲 你在选择餐厅的时候 其实有更多的选择 包括你可以选择一些餐厅 像我们在当地有非常认识 干部人居庸 他们可能会去撒破一些街筒 去训练一些街筒 然后当他们到青年的时候 具备厨师的技能 或是他的餐厅本身是一个社会企业 具备教育的计划 他会把餐厅的收入移到 你的教育计划 透过这样子选择餐厅的方式 我们让志工知道说 你在吃饭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那中文家的照片 是我们在缅北的工作 我们会去一个街图所 那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这边我们就先不讲 但是我们会透过这样子 不同的环节 实际住行的环节 生活上的环节 让志工知道说 你在参与完这样子的行程之后 你回到你自己的家庭 回到你自己的原生环境 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这六天 这五天 这十几天 对你来讲是一个行程 是一个旅程没有错 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是你整个后续 一辈子可以改变的生活态度 那当然从玩乐部分 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些创新 虽然说我们是志工旅程 但是可能志工行程 但是我们其实在某些地方 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大型的景点 比如说吴歌窟 或者是比如说 会去夜市消费 那以吴歌窟来讲 我们会带当地的小朋友 去做校外教学 因为其实吴歌窟 今天带小朋友 他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去学习他们的历史文化 那我们透过我们请导游 带志工跟小朋友 学于校外教学的方式 让小朋友可以听到他们 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 因为他们导游同时 会讲中文边的简文 然后透过写真的方式 让小朋友去认识表科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们虽然说是一个观光的行程 但是我们去操作 去让他具备一定的意义存在 所以他不只是让志工去看这个神庙 而是让当地的小朋友 有机会去一起看这样子的行程 那中间这个是公益马戏团 他是一个在健康站上蛮特别的一个马戏团 他其实是 早期是一个NGO 他透过心理治疗的方式去治疗一些健康 在内战之后的一些受伤的人 那后来他衍生出带有非常多的一些技能 包括中国的杂技啊或是武术 他们成立一个马戏团 那在这个教育计划之下 成长的青年 他们会经过训练之后成为马戏团的成员 他们的表演 不是动物 就是通过人的一些特技表演 然后去夾带一些议题 像是骑士的议题或是性别的议题 然后同时会带当地的传统舞蹈音乐 所以在一个马戏团表演里面 你在附前去看的时候 除了去撒破他们的教育计划之外 你同时可以认识议题 你可以同时也去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即便你只是看马戏团 我们都会让你们知道说 他可以背后什么样的逻辑 那再来就是消费 那消费这件事情其实比较有趣 我们会跟志工讲说 你在消费的选择上 其实我们不会强迫你说 你一定要去买什么东西 不买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会让你知道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公平Modifair Check 或是像一些公益商品 当然公益不一定是好 但是我们会去删除出 我们认可 我们熟悉 我们调查过的一些组织 他们推出来的公益商品 那这些商品 它可能具备某一些价值或观念 简单来讲 好了 这边应该有人买过UNIQLO 或一圈 或ZARA衣服吧 好 那一件衣服产生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棉花跟水 那这个破坏环境呢 我们就先不谈 那中间的女工呢 其实我记得到简单的工厂看过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品牌的后面的标签 很多都是产出于越南的股债 那简单的女工呢 大概一个月 月薪是140美金到180美金左右 她每年工作大概8到10个小时 那她居住的环境呢 最每天晚上睡觉的环境 大概就有一张桌子 到一张桌子的大小 所以其实我们在消费的过程 可以买到便宜的平价的衣服 是因为这些老公付出他们的时间跟劳力 他们取得非常微薄的收入 那你在采买你的生活用品 或你在消费的同时 你怎么去选择你觉得对的商品 那也许不一定要选择公益 但至少你可以去知道说 你买的商品 它背后的产制或者是什么一回事 那它很难 因为对大家来讲 其实这些品牌 包括Nike、爱迪达 这些品牌都深耕我们的生活里面 但是我们怎么去多做出一些判断 不一定要到抵制 但至少我们 当我们发出一点声音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让这些品牌 去做出更多的改变 像我刚才的Nike跟爱迪达 其实在过去的调查 他们都有使用同工的一些案例 那也是经过消费者不断的一些抗争 或是公益团体的一些抵制 他们才会慢慢的去改善这些状况 所以它并不一定可以根据 但至少你可以去改善一些情况 透过你的消费跟你的一些休息的活动 这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集中在在地计划夫人 他叫文珠 那他本身只是一个23岁的小女生 还在念研究所 那因为时间有些关系 我不太先不讲他的故事 但是他是一个 我们在地培训出来的一个青年 他从一个不太知道 世界长什么样子 不太知道春落长什么样子的小女生 到现在他去主导我们整个 建埔在计划 去带领我们上千位的志工 每一年到当地去服务 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 不只是协助春落 而是文珠透过自己的经验 跟成长的一些方式 去让我们的志工知道说 你人生可以去怎么去面对 你自己的生命 怎么找到自己 这个PD好像不是我 已经要记得 好 没关系 但是 这个负面问题我先不讲 那我想跟大家谈的 比较是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 我们以地做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 大家应该听过共享经济吧 因为我今天下午跟AMBMP开会 然后我觉得以地在做的 比较像是一个共享价值 那我们去找到当地的社区 去把他们的价值挖掘出来 他们透过行程的方式 我们去设计他们的行程 去培议他们 然后我们同时 把我们的训练系统带进去 那我们的训练系统 是训练志工跟宣勇的领队 那我们有一定的 我们有一定程度的Leader 我们也去训练志工 具备一定的观念 进到社区之后呢 我们来透过协助他们设计行程的方式 让社区跟这些参与的人 我们需要的 靡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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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腿在哪里